杀手 寶貝 欸 你們覺得剛才跟女生曖昧時 又怎麼知道適不適合交往啊 恩 我覺得可以一起去旅行看看耶 哈哈 又沒有跟你在一起 誰要跟你一起去旅行啦 你以為我們都跟小麥一樣是高富帥喔 欸 小麥都出來了 一直在那邊看手機是怎樣 我在跟我的NPC伴侶看日出 等等 還要幫他送洗衣服 你現實生活中沒那麼多 還跟NPC談什麼戀愛 唉你不懂啦 真的妹子太麻煩了 偶爾玩完這個很療癒好嗎 像現在我正在跟遇見神舟的NPC看信仰 那種感覺真的很妙 遊戲裡跟她的交流是那麼真實又夢幻 說不定你真的適合跟NPC談戀愛 會少很多世間女子被荼毒 你很寇貝欸 你們剛剛聊的那個話題 我剛跟一個女生有戲時都會先帶給朋友看 朋友都喜歡她 我才會開始追考慮糾網 欸欸說到把女生帶給朋友看 我大學有一些體悟 怎麼說 大二的時候我認識一個很文靜的女生 我本來感覺還不賴 但後來帶她參加我朋友的局後 真的啊 那門同事課根本就是一放影片就關掉睡覺 那門課我也選過超扯的 我看根本連老師都一起睡 欸你朋友會不會無聊啊 欸小雲 說什麼 不 不會啊我不會無聊 對了 你國文系通常都會修什麼通識課 不一定欸 國文系女生是不是都很安靜啊 我記得 系上浩文是不是女朋友也是國文系的 欸我記得 我之前還開玩笑問她女朋友是不是啞巴 你很機車欸 不過女生話太少真的不行欸 快就無聊了 靠你來挑了欸 呵呵呵 呵呵 久久 你 你 你是不是在生氣啊 沒有啊 哪有什麼好生氣 沒有嗎 沒有就好 你真的是一個很遲鈍的女生 所以說你真的有在不開心嗎 是因為剛剛說 你明明知道我很重視朋友 帶你出來一直裝孤僻我很為難 我沒有裝孤僻 我只是跟他們還不熟啊 不熟也是可以social啊 活潑一點親切一點啊 你這樣帶你出來 我會很沒面子的你知道嗎 我也很緊張在想話題啊 但實在差不上話 其實我也常常覺得跟你獨處時沒話講 有時候真的覺得很無聊 你之前不是說我這樣安靜可以辦讓你很平靜 你不要哭好不好 我真的不喜歡你這樣動不動就很像受害者的樣子 真的看得很煩 我們就這樣沒有後續了 那時候很在意朋友的看法 所以就沒在理他 沒想到暖男久久也傷過女人心 唉唷 有種暖男是成長來的好嗎 不過如果真的沒有很合得來 也不用勉強啦 但我覺得 讓朋友來評價很不錯啊 如果我帶出來的女生 我朋友都很喜歡 那可以常常一起出來玩感覺很棒耶 是啦 但這又要說起我大學另外一個故事 後來我認識一個很活潑的女孩 叫小莫 小莫女生圈圈圈圈 超可愛耶 去哪認識的 我打工的地方等同事啦 這些ボタAPP 突然把妳揪出來 不好意思啊 真的會啊 我聽那麼ハcher 超開心的 那等一下唱歌結束 要不要去吃宵夜 你唱歌很好聽耶 怎麼不多點幾首 有嗎 想說就不要第一次見面就捏了大家耳朵 要不然我們合唱一首怎麼樣 我三重陳玉迅喔 好啊 誰怕誰 點這首 可以喔 故事結局 大家應該也猜到了吧 春晚哥 他們就消失了 後來 他們就在一起了 帶一個朋友都喜歡的女生 也造成我的陰影 你兄弟也太不夠意思了 現在想起來 覺得當時真的很幼稚 所以你現在覺得咧 現在我就會覺得 女朋友是自己在跟她相處的 只有自己不夠喜歡她 才會想要朋友觀點來證明什麼 現在成熟了 都會覺得感情是兩個人的事情 別人的意見都只能參考 本來就是啊 像我也不希望你們跟妞妞混熟 要不然聯合起來對付我就糟糕了 嘿嘿嘿 好啦好啦 這杯喝完 該回去抱女朋友了 我回去幫我的NPC晾衣服了 齁 你真變態 這種私塵相識的感覺 我一定經歷過 這份愛要讀深度 才能在七年後 依然記得 遇見宿命 遇見神舟